我其实离婚就像 电影票里面 是一直有第三者的出现 一直 那个电影是《锯齿沙》 我发现他头一天看过《锯齿沙》 隔天又跟我看了一遍《锯齿沙》 这部歌你看是第二遍 对 不光光是这一部电影 后续还是不小心看见了 有很多部电影 他都有跟别人一起看过 也跟我看过 太可怕了 还有比较夸张的是赶场 结婚之后 天哪 两场电影中间隔半个小时吧 就是结束到下一场 所以我是后半场 我大概每一次都是第二场 电影爱好者吗 这个男生不累吗 时间管理大事 他大概能知道我的喜好 然后也是他订好电影票 然后带我去看的 不是我要求的 所以我其实本身是还挺开心的 因为他知道我爱好是什么 但是等到已经快要走向婚姻镜头才发现中间这些事情 反正婚姻过程中就是一直有不同的第三个人出现 不同的 所以我写了那句话是两个人的电影却有第三个人看过 那他的家人知道电影票的事情 全都知道 何止电影票呢 那可多了 电影票沧海一宿 哇 哇 哇 那这个男的也瞒得太好了吧 我生怀孕的时候 我跟公婆呀跟他呀就是关系都很好 我还觉得我自己超级幸福 就是在天上的感觉 我觉得我怎么那么好呀 所有好事都夹在我头上 就觉得接下来日子会越来越好 然后一生完小孩儿出了月子 我就发现他出轨 哇 天哪 发现他这些事情以后我就去查 就随手查的吧 然后就发现 我们俩度蜜月的时候 他也有 就是我们俩在国外度蜜月 他这边手机上就跟国内的人在联系 也是这种事情